Hello, 大家好, 我是Bonnie 好了, 沒跟大家見面了 剛剛過了的聖誕和新年假 大家做了什麼好東西吃呢? 最近我又開始做甜品了 不過為了家人的健康 所以我這次做了一個無糖 無生雞蛋版本的Tiramisu 希望你們都會喜歡 食譜可以在Eve Kitchen的網站找到 咖啡我就用了capsule 看它夠方便 你也可以用粉裝的咖啡來沖 效果都一樣的 沖好的咖啡, 把它倒進碗裡放涼 記得要放涼才放下酒 如果不是, 酒就會揮發光 這幾天都是兩三度 所以放在窗邊都很快冷 這次我用了amaretto 行人酒 你也可以用咖啡酒 或者其他的rum酒 甚至乎不放下酒 都沒問題 你也可以用咖啡去蒸 要用咖啡的咖啡 不需要浸太久 蘸完後放入盒子裡 一條一條地排好就可以了 做Tiramisu的手指餅 我們可以買現成 又或者可以自己做 再不然我們用海綿蛋糕來代替 效果都不錯 喜歡酒味香一點 我們可以再塗多一點 咖啡酒在餅乾上面 然後我們準備芝士的部分 首先我們把淡忌廉倒入碗裡 記得這些忌廉我們要在冰箱裡拿出來 夠冷才會打得起 這裡有分Single Cream和Double Cream 我這次買了這個Single Cream 所以相對因為我沒有加糖 它也不容易打得起 要花一點時間 如果你想容易打得起 可以買Double Cream 又或者在香港 可以買到加了糖的甜忌廉 今次的甜品 是沒有下糖睡的 也因應我家人的要求 而且始終這個甜品 因為加了酒 它裡面也有熱量 還有酒也有它的甜度 打到它開始變成結身的時候 就可以加一個Mascarpone Cheese 再用慢粥或手攪拌均勻 你又可以加雲呢拉香油 或者雲呢拉紫 來增加香味 開飯 你也好 麵經過過 玉米粉 Brian 剩下的手指饼 再喝咖啡酒 再多砌一層 再把剩下的芝士鋪在表面 盖好盖子 放入冰箱 冰箱大約3-4個小時 這樣就可以吃了 咦? 是不是像少的東西 跟我平常見到的芝士鋪不一樣 是的 我們會在吃之前才灑朱古力粉 如果現在這麼早灑了朱古力粉 放在冰箱的時候就會受潮 就會濕透 這個簡單版的Tiramisu 很適合做飯後甜品 它沒有糖 沒有生雞蛋 又沒有下魚膠粉 其實都很方便做 大家有時間試試吧 謝謝 謝謝